嗨我是你們 相信有不少元寶都知道 我本人就是淡江大學畢業的 並且也還有在母校就職過 現在我就問 到底有誰比我還有資格拍 淡江美食這個主題 所以這一集就是要來分享 學校附近我弟很常吃的愛店 那我們就行きましょう 第一間直接先帶大家來 吃淡江周邊 我最愛最愛的店 他店的位置在鄭德國中那一條 除非你是家裡坐在這附近 不然其實學生比較少 往這個方向走 雞絲飯然後再加三樣菜是95塊 再送一碗免費的雞湯 那點的時候姊姊他們都有 自己一套點菜SOP要照著走 其中一關會問你說油醬正常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 雞油跟醬油膏的量正常嗎 我自己是都有點正常 開吃 這個很香 它的雞絲真的是給了滿多的 所以你每一口都可以得到 剛好分量的雞絲 我都滿喜歡 再加五顏雞絲 但是剛好一百塊不用找 然後你又可以得到超級滿足的雞絲的量 它的飯就是煮得油油亮亮 粒粒分明 加醬油膏 再加雞油 那個香氣整個爆炸 薪水就在於它的油膏 然後它又有撒一點超級酥的油蔥 它的雞絲是去骨之後 在用雞氣碎 然後有點像正方形 就是它是很雞氣的形狀 但是咬進去 又是有那種工整的雞肉纖維的感覺 然後我個人是強力推薦 一定要加它們的辣椒 這個辣椒真的是 Super經典 可是我跟你講 我只敢加這樣 超級少 因為這隻辣到爆炸 很純的生辣椒香氣的感覺 把它跟雞肉飯 拌在一起的時候 味道不會有影響 這家真的是保障 你看你幫你這樣四年 如果沒吃過這些 你真的要減 好 然後其實選三樣菜 就是選你自己喜歡的就好 但是我強力推薦 一定要選11號的筍絲 很油耶 吃它在口腔裡面 就是有那種油脂包覆的筍絲 然後又很嫩 又有一點酸酸的香味的感覺 然後它們家筍絲真的做得很不錯 吃了六 它是很愛 Never吃膩 第二家來吃也是在鄭德國中那一條 一定有很多淡江的學生 大學四年 在完全不知道那邊有這間店存在的 國鐵店 就是我 陪我來拍片也是 之前人家淡江的同事 他在淡江念了四年的大學 再加兩年的碩士 然後在這裡工作了一年 他這邊大概七年 他完全不知道這間店 今天有特別鮮拔一些我覺得大家不知道的店 往前面排 這間店我真的強烈建議 如果你沒有在乎它煎的時候 你想要親眼看到它在那邊 啪啪啪 就是真的可以先打電話去訂 因為它是現點現做要等很久 OMG這個色澤很香耶 它是非常簡單的內餡 豬肉餡高麗菜碎加上粉絲 餡料跟皮的比例非常的舒服 因為它的內餡不是那種醃得很厚重的 它其實是算清爽的 很脆 而且其實我們已經有點放了半小時 已經沒有是最佳狀態 它還是這麼讚 不只它的皮酥 高麗菜也是很脆甜 是雙層卡滋 一個是它的底 一個是高麗菜 你懂你有誣得到 還七年沒吃 是鬧耶 在他們家必點的酸辣湯 所以它其實也只賣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多貼一個水餃 一個是沙拉湯 很愛說的一個道理就是 一間店如果可以賣這麼小品項 然後在這裡存活這麼久 就一定是一個東西把它做到精 超好吃 才會大家一直持續買 齁 這個料齁 這個料 隨便撈都給它滿出來 豬肉絲木耳吃 紅蘿蔔絲 蛋花 豆腐 豬血 金針菇 筍絲 太多料了 裝起來之前有點一些些烏醋 但它是那種畫龍點睛的感覺 不會覺得口腔都是很酸的很重味道 我覺得這在我喝過的酸辣湯裡面 算是清爽太多 很尷尬 炎炎夏日就是要來一杯西瓜汁 因為現在是夏天 西瓜最好吃的時候 所以我就點了五湯 那如果是冬天 我就會點半湯 超級清涼 有夠解渴 為什麼我會特別推薦西瓜汁 就是因為它就是純西瓜加冰 就是沒有再套另外的水 五湯真的是已經夠香甜了 之前有一陣子好像西瓜大漲 就有調漲成一杯35塊 這其實125而已 超便宜 這個年代已經再找不到這個價錢西瓜汁 你知道嗎 夜市隨便150塊 不知道再X 老闆就說等西瓜價錢便宜一點 他們會調回來 結果現在真的調回來 是不是很值得幫他掌聲 太有誠信了 這個店家很推薦大家來喝這個 純的西瓜汁 他們都是現點現打的唷 接下來呢 是來一間 其實我之前就有專門為他拍過一集 就知道我多愛他 全飯水最好吃 就是赤田的生乳酪真心是我目前為止 人生中吃到覺得最好吃的 做得很精緻 而且品質超穩定 這款真的是很清香 上面的生乳酪很多這種莓果本的 它不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它可能是莓果撒進去微攪拌 所以你會時不時吃到莓果 好 因為我現在跟士田又更熟了 後來我吃到一款 以前是絕對不可能被我列入選項的 就是 菜非糖核桃起司 我不確定我之前有沒有講過 我其實是一個 討厭 堅果類的人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有加非常多的核桃本人 後來我吃到他之後 我真的愛上 這味道真的是太高貴 天使就是吃這種東西長大的 你看 隨便一挖 咬一咬就有核桃路過 你知道嗎 我之前吃到覺得很驚艷 就是因為他完全不四天 起司跟核桃跟太非糖 真的是天生一堆 超級大 咬到核桃的時候想說 可是味道又很好吃 推薦大家 各種節日也都可以來 跟士田老闆訂購 整磨蛋糕 門外帶來的水源街 唯一一間我非常常吃 因為我其實很少在水源街吃東西 然後我會去水源街 就一定會買 就一間阿里朗拌飯 它其實是我在大學ING的時候 新開的店 到現在應該算是有開一陣子了吧 疫情之下還是存活下來 我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這間拌飯 它是沒有內用作為 它就是一個街邊點的感覺 所以我每次 空堂或是中午的時候 跟我朋友去買 然後在學校找一個木桌 坐下來吃 就是我的回憶 今天選的是 宮登教室跟 絕仙花園 這附近的木桌 那我們剛剛吃過貼的是在 小小麥那邊木桌 這間拌飯的料其實算是偏簡單的 可以選牛肉或豬肉 然後底下的配料有 紅蘿蔔絲 海苔碎 生菜 半熟蛋 其實基本上 只要白飯煮得好 然後醬好吃 我就會覺得是好吃的拌飯 它給的那個一包醬包 整包零碗 我覺得剛剛好的味道 開動了 滿熟 它的醬真的是我在韓國吃熱的辣醬 一模一樣 因為這間店的老闆就是韓國人 不是像很多台灣的韓式料理 比較是甜辣醬的感覺 它是真的有一點點辣味 可是我有一點點看見 真的滿不順眼的 超敢講 每次去就明明沒有什麼人 剛剛都要等一下耶 就是它不過就是白飯 然後料放上去就可以給我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要讓我等 這樣很像公主病 這樣很像公主病 真的偏不是一下下 有時候甚至會就是打電話先去訂好 就說我們幾間幾分要幾份 再過去拿 我就說那時間可以嗎 他說準時來就OK了 就我們去又再等個20分之類 我這上班族寶貴的午休時間浪費 他等你就是半飯擾動 你就是半飯蛋味 然後那麼久 他就是把東西放進去而已耶 好啦 沒事 但是就是因為它很好吃 所以我還是會點 愛鹹又愛吃 還買了一個來蛋漿必喝的飲料 穆威爾 我跟我朋友們真的對穆威爾情有獨鍾 雖然說也是有點值得抱怨的地方就是 它的品管好像沒有太穩定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會買到沒有那麼好喝 但我們永遠都還是會一直給他機會 就是每次去都默默祈禱 希望今天的店員做得好喝 今天點的是午夜蘭茶嘛 起 還是什麼的 他們的那個名字真的是有點難記 這個是他們家的招牌 今天真的好喝的 茶跟奶的比例真的是超級的 perfect 午夜蘭這個茶它其實就是伯爵茶 但我覺得它的香氣是比較偏有一點 柑橘調 菊花香的那種 還滿特別的 我平常是always點那個 海鹽焦糖茶那提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超好喝 那個焦糖香味真的是 而且那個是淡水限定 就是其他粉店都沒有賣 推薦至少要點半糖 這樣它焦糖的香味就會更好 最後一間 是我的摯愛好不好 摯愛 一定要把它排在壓軸 我在我去年的蛇月Vlog裡面 一個禮拜內吃了三次 這間是在 金雞姆的海盜彎漢堡 現在新的店只是在大學城 往金雞姆的樓梯 店面裝好得超好看 非常的美式 以前的老粉們趕快回來吃 它開了 各位 最愛吃它的 墨汁瑞拉烤洋蔥吧 配餐可以選薯泥或薯條 然後我個人是強推它的薯泥 因為這是老闆每天 新鮮現做的手壓薯泥 看看 這麼大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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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墨汁瑞拉 你也看得見 超滿足耶 它這個洋蔥 炒到辛辣味都out了 漢堡肉也是老闆收大的 超愛吃飲料 各種美式香料味 然後有一點點微微辣 就是超級體味 這薯泥是比較屬於粗礦型 偶爾會咬到一些馬鈴薯的顆粒 有一些部分有帶皮 比較有食感的那種 但它奶香滿重的 我畢業之後把我部分的安全感 留在淡水 所以我定期就會想要回淡水晃晃 每次回來就只想吃海盜丸 好啦 其實我大學在那邊打了滿久的工 然後就是因為我本人是在這間店上過班 我知道它每個東西是如何產出的 你就知道這間店真的是可以信任 而且我真的是自從吃了海盜丸之後 我就對其他的美式和毛店都興趣缺缺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沒有海盜丸好吃啊 現在新店面大超多 變得超精緻 它還是賣這個價錢 除了我一定是沒有要賺錢 今天其實都講到本名 而且這邊有飲料自助吧 就是飲料機可以任你爽喝 甚至還有免費的濃湯 你想喝多少要喝多少 還有每個禮拜二吃海盜丸 薯條吃到飽 曾經遇過超會吃的男生 加了四五次 想說我連第一份都吃不完 你可以吃到五份真的是滿厲害 我覺得我超努力吃了 還有一大半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七間在學校附近 我的愛店 但其實淡江附近 真的是有超級多好吃的 要有燒到大碗 可以免費加飯啊 加麵拿那種超級爛的店 我真的是 沒辦法一直吃這麼做OK 如果你覺得哪一家 你的口袋名單 真的太可惜 想說沒有去吃那一家 請在底下留言 比如說淡大鋪去簽到 我覺得沒有拍焦麻雞 真的不行什麼之類的 把你的愛店也分享給大家 真心覺得淡江美食 其實滿值得 拍個兩三集的 所以 留言吧 各位淡江人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下見囉 歡迎收看 可以 整個人不見 嘿嘿 可以 耶 看一下 他的影片 有人說